好在上一集的结尾我们成功消灭了这个法国啊 接下来我们得重新开始规划一下这个战略思路了 这个模组把AI设计的挺快的 他会一直来炸我这些领土啊 我得把我的攻击机掉来掉去 就去抓他这个飞机很烦 不过也还好 因为只要我们一直卡着这些制空 他就炸不了我们 他可以把他骗到一个地方杀 我们打完法国之后再看一下这个决议吧 这个决议里面会告诉我们接下来在做什么 灰色宝行动 红色行动 圣诞树行动 这个红色行动是打法国用的 我之前关了点 这边苏德贸易协定 苏联要跟我们签这个协定 送我们这个资源还是挺不错的 20的石油呢 然后是送他一个西培尔海军上将的生产线 以及一堆卡 不过无所谓了 我们就要资源 这个南斯拉夫又来惹事啊 我们待会就把它解决掉 我们先去把这个威色宝行动做了 我本来是想做这个圣诞树行动的 但是历史上德国也没有打这个瑞士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瑞士 他国家堡垒 这个投降界限100%也太离谱了 核心领土还有这个加层 他所有部队都是站在这个八级碉堡上的啊 纯粹是来恶心我啊 啊冲山跨河还要冲八级碉堡真的有点吐了 最主要的一点是 这个意大利不是队友啊 就不是人玩的 如果是人玩的话我可以指挥他一下 我可以指挥他把这块地圈放出来 让这个瑞士自己出来 然后我们再冲一下 可惜他是这个AI玩的 他会主动把部队拿过去填线 导致我的这个啊 放口袋阵的这个思路直接被他给打断 这边我们重新调整一下这个工厂吧 我太缺橡胶了 就没必要造这么多攻击机啊 这边可以先取消一点 而且等我们后面这个新的飞机研究好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出这种战斗机啊 战斗机也是可以用来对空的 然后关于这个伴侣带车 我基本上是用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给他减少一点 这个装甲阵达特也是的 基本上不需要造多少 后续的这些枪我们也不缺 可以先给他升级一下 然后把其他需要的东西造一造 比如我们这个 环坦专用的巴巴炮可以多拉一点 待会用来去 穿这个苏联人的坦克 这局我有一个失误就是忘了造船了 全造的这种 复卫剑 这些船没什么用 我们就装装样子 这个橡胶差的还是太多了 我们就直接减少了这个工厂 到这个数值差不多可以的时候就行 调整好之后 我们这个产线终于能正常运作 但是还有大量的军工用不掉啊 因为我们现在抢了太多军工了 这个工厂有点爆炸 我们再造点这个轻型坦克 这边我们可以举行这个凡尔赛复首演讲 拉一下稳定度 然后继续把我们的经济政策点一下 再重启一些这个钢铁厂 把我们资源补鞋 不能全靠去买这个铁来造东西 我们现在先把手上的这个22个装甲师分成两半 把一半给这个古德里安 一半我们分给这个龙梅尔啊 把这个龙梅尔手上的部队拿走 防止他换部队的时候要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啊 我们直接偷偷给他换成这个装甲师 然后这些装甲师也不是很好 我要把精卫装甲师给他 把我们这些啊带骷髅的都给龙梅尔 其余的还给古德里安吧 龙梅尔也不需要这么多部队 因为他待会要去这个北非打一场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古德里安 手里面所有的部队调到这个丹麦面前 然后把龙梅尔的部队调到这个意大利去 我们要帮这个意大利把北非冲下来 这个法国投降之后 北非并没有自由法国啊 让我觉得很怪 但是北非还是有英国的 英国的部队还是挺多的 我们待会就直接把这个英国给创掉 我在这个领土上放了很多飞机之后 英国人就消停了 不知道他现在飞机去哪 估计是在和这个意大利炸着玩呢 这边还是有不少飞机的 事不宜迟 我们这个部队一到丹麦面前 直接发动这个威瑟宝行动啊 直接开冲 历史上丹麦是坚持了一天就投降了 我看他今天能坚持多久 怎么刚作战就受伤了 好丹麦投降了 就就古德里安挨了一枪是吧 我们接受他的投降 丹麦变成保护国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打这个瑞典或者挪威了 但是这个好像要从海上过去 我们可以先宣一下这个瑞典 但是不着急 我们先把这个南斯拉夫给灭了 一直在这叫 直接灭他 我就不点国策了 既然国年又对我们进行了一波禁运了 我这个资源又不够了 我们赶紧把这个工厂全都调换成造这种重炮或者防空吧 我们待会转步兵好了 因为这个车子实在造不了了 没橡胶了 有点尴尬 我们这个重橡胶装的太慢了 简单转换一下这个生产思路 反正这个屋还是买得到的 我们直接找葡萄牙买就好 这边老墨舔不知耻的 给我要这个地给他算了 反正我们拿的也没用 而且也不是我们现在在法国手上 待会我还得把这个法国灭的 他这边可以直接正当化的 活不着急啊 先让他帮我们牵制一会 因为他这几块地 我现在正当化他都拿不了 等我待会把北非拿架了 我再去找他麻烦 我们这个装甲师坐了半天火车 终于坐到这个西西里岛了 待会就直接出发了 我们先凑齐一波人 然后直接去这个搬加西 先到岸上去 和意大利堆那么多部队在这边打英国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吗 我们现在只要祈祷啊 我们路过这个马尔叉的时候 别被这个船给打了 就行了 打了我们直接崩盘 这都是我最精锐的部队 这个被抓船了 那我直接记了 不过在这个北非战争初始的时候 这个德国还是用了不少坦德过去 按道理没什么难度 也不应该被抓到 这边都是有意大利船的 意大利不会演我吧 感觉差不多应该是成功上岸 那我们直接去拿下这个英国 意大利完全在这边搞笑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飞机全调过来 还有这个彼得卢这边又打空战 我们把我们的飞机先调过来 放到这边来 再调 再调一些这个 这个飞机在走这个法国东北 把这些近地支援机都调过来 这种叫什么来着 战术轰炸机全调过来 帮我们炸一整 放在这儿 这个位置应该够得到的 好 我们最精锐的装甲师 基本上都到达了这个北飞最前线 龙梅尔亲自指挥 沙漠之湖的这个特性 加这个沙漠移动的 这边正好都是沙漠 我们打起来是转的 这边等这个部队稍微恢复一下 把这个组织度拉一点上来 然后我们直接 让所有飞机对这块地 进行一个滞空 以及密接支援 这边我们把家里面所有的这个 战术轰炸机都调过来了 直接炸这块地 以求这个一击拿下英军 我们直接全体进攻 往这个方向冲 英军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因为他一直以为前线的 都是意大利的部队 我们突然参战 他根本意料不到 直接打通这块路 然后立刻往后跑 我们看一下阿拉曼的这个位置 有点太远 我们先打一个小迂回 把直接一个旋转门给他包了 这边还是先走为妙 然后这个没有组织度的部队停下来 等一下 这个 英国属印度的部队都过来了 不管他 我们直接往后走 后面这个填线的部队赶紧过来填线 然后后续的装甲吃 休息好了 赶紧过来 刚刚没过来是因为怕补给不够吃 这个英军想跑 我们直接给他 等掉 你不让他走 意大利很勤奋了 直接帮我们把线填上了 赶紧去堵住这个英军的退路 蒙哥马力是吧 今天就把你在这个 北非给你全给你包了 不过这个时间点蒙哥马力应该没来 应该还是英国之前的将军 最快速度抢下这个马特鲁岗 把这个生命线打通 这边是把这个 英军前面的部队全部堵住 我给了这个 龙美尔三个装甲吃 他直接就把英军给我拿下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等他这个里面的部队直接饿死 或者把他后面的援军吃一吃 他这个还想包我 我是没想到 这还颠不清谁多谁少 直接给他吃光光 想跑直接拿住 然后这边的 把英国属印度的部队想溜 直接给他 追杀 追到底 因为我们要拿阿拉曼 不能让他把阿拉曼给蹲过 这边其实部队我们就 让后续赶来的装甲吃清理一下吧 我们没空管这些部队 我们得去抢这个亚利山大岗 这个拿下来英国基本上就寄了 目前我们人力好像有点少 我们赶紧组建一个种族区区吧 这样的话可以放傀儡国啊 放这种合作政府 放出来的话 我们就有人力了 不然待会我们打苏联报不了兵 手上这点部队根本不够 一年看的 所有部队赶紧往这个亚利山大岗冲 不能让英军 形成这个防御 这个后续的压力来点作用 给我牵制住他不要让他出来 我们这个收人头的部队刚赶过来 可惜的是这边的 补给太差 导致我们部队都没有补给 他都这个组织度回不上来 一点点组织度在冲 还好这个英国的 不是英国 这个印度的部队太垃圾了 完全挡不住我们这个装甲车 他一个是挡不住的 我们直接冲了 这边如如无人之境 其实英国的部队全堆在前面了 导致他后面根本没部队 我们直接给他吃掉 这么多屎呢 全给他吃光 不投降就全杀光 我们这边继续研究这个步兵科技吧 不过这边都没什么用 我很想研究一下这个山地屎 因为待会打苏联可能要用的到 脱不着急 我们还是先往飞机方向研究 把我们这个飞机升级一下 历史上面这个龙贝尔是失败的 他们并没有拿下这个埃及 如果龙贝尔在历史上 真的拿下埃及的话 他完全可以顺路把这个伊拉克 伊朗一起灭了 再加上这个中东 以及土耳其 直接从北面高加口下面 突袭这个苏联的油田 我看了一下苏联的油 好像都在这个巴库这边 那我们直接 待会和这个土耳其商量一下 直接从这边打好了 这边蓝斯拉夫我们已经正当化完了 我们直接宣战 这样可以跳过一下这个国色 节省一下国色时间 这边拉一下这个 意大利进战争吧 不然我这个部队动不了 好这样的话就跳过了 然后我们让这个古德里安加把劲 直接给我把蓝斯拉夫给我冲了 我这边就 拖管 因为我也没空双线操作 这个位置也不太好 家里面飞机还是用来守家吧 这个AI不停的在炸我这个工业 有点离谱 我们就主要让前线部队冲就行 前线部队手操应该不需要飞机 把这些港口都拿下 后续的这个装甲车赶紧赶上来 这边英军部队已经全吃了 我们看一下吃了多少 这边看不太清 也就吃了18万了 20万左右 这边我们拿下开罗之后 都得往下打 但是这个 埃及的这个首都到喀土木去了 这怎么打呀 这个意大利怎么在发呆啊 连我似的 他这个 在东非的部队稍微动一下 就能帮我把这个核心拿了 他就是不动 但凡来个配合都直接赢 这边先把岸上的这些英国小弟全给他清了 防止他到时候作乱 这边也是清理一下 后续部队赶紧坐火车过来 把这边的这个安曼拿一下这边是什么 就是英国属中东 我们可以先把英国的中东拿 这边沿着铁路一直开过去 不知道刚刚是不是把英国的主力全吃了 英国可能还有很多部队在家里面 看一下这个 战报啊 这边英国还有27到45个吃啊 说明英国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其他国家倒是没多少吃了 这同盟国也不够如此啊 我再次看了一下这个资源分布 在伊朗伊拉克这边有不少油啊 而且是带着英国国旗的 那这些油给我用不好吗 我们拿这些油 估计就足够去打这个苏联了 待会再把这个苏联的油护一偷 到时候谁没油还不知道呢 这个北非的英国部队应该都被我们清剿完了 现在就是无人之境啊 我们把这些核心点拿一拿 应该埃及就会投了 这边也是同理 直接去拿点不浪费时间了 海洋反抗把他赶到沙漠里去 走不动路有点尴尬 这边没补给站的好像 看下补给站的位置 好 这边有一个补给站 阿斯邦也有补给站那太好了 我们又给车回了一口 光甲兵他连20个在车上 这边终于走到这个 耶路萨冷了 我们要拿下这个西方的耶路萨冷 圣城到我们手上了 再拿下这个阿曼 这边可以组建总督侠区了 看一下 河南总督侠区 能帮我们腾2万人力出来还是可以的 我现在正好要没人力了 全给他腾出来了 这些地拿在我们手上也没用 比利时 波兰还可以建一个政府出来 这个二鬼子还挺多的 全都愿意给我们当狗 不过这个好像是我们自己人 自己人当的领导人 这个怎么有点天欧的感觉 这不是天欧吗 还是德国的这个军方在当领导人 感觉北非这边不用我管了 我们直接shift一条线下去 让他自己吃吧 感觉也差不多了 我们还是管一下这个南斯拉夫吧 而且接下来我们要打另一家了 我看一下打谁比较好 比较想打这个罗马尼亚 因为他待会会被这个苏年宣 那我们不如先宣他好 我也不需要这种队友 罗马尼亚这个石油 我自己捏在手上不好吗 为什么要他给我发呢 这边赶紧拿下这个南斯拉夫 事不宜迟 看有没有可以掉的飞机过来 这边的这边就放下这样ими 你会把人的灰水 也认为军人 如果可以掉的 这样子倒下了 我 может不把人倒下来 就会掉下来 我的意思是 这个布局 我都没了 进了直接沉砂锅 意大利总算做了点人事啊 帮我们踩了一些地 这个战线可以取消了让他自己走 我们自己手槽打的快一点 不然他一直在绕圈子 我们下一个国策的话 可以点这个征服伊拉克了 这个需要吗 我们点一下吧 伊拉克问题 我们先继续自给自足一下吧 把这个占领区资源先给他剥削削削 因为目前也没人卖我们东西的 我们只能靠剥削别人来回本 实在没办法 如果他们愿意卖我东西 我还能做个好人 这个只能怪同盟国心态狠 伯连心态狠 老是把我们踢出去 这南斯拉夫直接就投了 我们接下来准备再把这个罗马尼亚灭了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收小弟的 这个南斯拉夫一大块地 我看一下能不能组建一下辖区 这边还没有跳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 应该不能组建吗 这个英国鼠埃及投降度有点怪啊 我都踩这么多地打还不投 我们的真得打到卡图牧去啊 早知道直接把船 直接把这个部队运到这个意大利去好 意大利也不做事啊 这边已经变成澳大利亚的 哎 那就很怪了 不管了 我们赶紧把这边的部队拿下 苏联开始吃这个小弟了 得加快速度 我们得发育的比苏联快一点 这边准备准备 待会把这个伊拉克灭了 但是灭伊拉克的话 只有这一条口子进去感觉不太好 待会直接宣这个法国吧 这个被当不做事啊 做事就得被消灭了 这个牵引火炮里面 重炮支援里面也算的 那我们就直接给他升了 加防御加组织度 这也没什么用 我主要是这个对人员杀伤比较重要 下面这个是加自火的 待会要用火箭炮的话 也是挺不错的 机动火炮 然后最下面这个我还没点呢 我们下运动站点 加一下我的这个移动速度 或者加这个突破也可以啊 这边还能加杀伤和这个补给消耗 那我们还是优先选下面这个 速度其实不重要 连接灭战 这边跳出一个事件 轴心国胜利 我们成功拿下的这个北飞 我们将集中一切力量 对付布尔什维克 北飞还没有拿下呢 这个埃及还没投啊 不着急 冬联等41年再打吧 我们得把这边的 把欧洲清扫一下 还有好多地方没拿呢